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战国这一历史阶段 主要的历史事件几乎都是围绕着齐国 魏国 韩国 赵国 燕国 楚国 秦国 这战国七雄所展开的 对于战国七雄 如果说实力的强弱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强大的楚国 或者是魏国 楚国 赵国等强国 但是 说到存在时间的长短 则不是秦国 更不是韩国 魏国 赵国这三个从晋国分出来的诸侯国 就存在时间来说 齐国和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中存在时间最长的两个诸侯国 亦首先 在战国七雄中 韩国 魏国 赵国 因为始于公元前403年前后 所以存在时间甚至不到200年 显然不是历史最悠久的诸侯国 至于秦国 公元前770年 秦相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仙 被封为诸侯 又被自封齐山以西之地 自此 秦国正式成为周朝的诸侯国 由此 秦国的祖先遭在西州 就成为周王室的附庸了 但是 其正式成为诸侯国 则是东周初期了 在剩下的三个诸侯国 也即楚国 齐国 燕国中 楚国因为立国时间稍微晚于燕国和齐国 周五王之子周成王在位时 将玉雄的曾孙雄一封在南方 正式建立楚国 都成为丹阳 二与此相对应的是 齐国和燕国的正式立国 则是周五王时期 在时间要略微早于楚国 一方面 就燕国来说 公元前1044年 周五王灭伤后 封齐帝基氏于燕的 是为燕兆公 根据史料记载 燕兆公基氏辅佐周五王灭伤后 受封于继金北京一带 建立陈府西州的诸侯国燕国 但他派长子基克管理燕国 自己仍留在浩京基陕西长安任职 辅佐朝廷 这和鲁国比较类似于 鲁国的首封国军为周五王弟弟周公的 之子国秦 在此基础上 燕兆公因才异于赵 金陕西齐山西南 故称赵公或赵国 赵公是三公元前七世纪 燕国向纪北 辽西一带扩张 吞并纪国后 建都纪金北京市 在春秋时期 燕国是一个实力中等的诸侯国 不过 因为地理位至上的关系 所以存在感不是太强 到了战国时期 燕国参与到战国七雄的较量中 在被齐国攻灭后 燕国不仅成功复国 而且由乐意率领五国大军攻打齐国 导致齐国元气大伤 公元前222年 秦王嬴政派王温率军进攻辽东 鲁燕王系 燕国正式灭亡 在消灭燕国后 秦国的大军又指向了齐国 于公元前221年彻底消灭了齐国 就齐国和燕国来说 都存活了800年左右的时间 四最后 另一方面 就齐国来说 将太公帮助周五王灭伤后 被封地齐地 正式建立齐国 在疆域上 齐国位于金山东省一带 自将太公封国剑邦以来 楚延肯田 副甲一方 兵甲数万 传至齐桓宫时 已经是疆域濒临大海的大国 在春秋战国这一历史阶段 齐国长期处在强国的行列中 到了战国时期 经过齐宣王 齐威王等国军的努力 齐国的实力在齐敏王在位时达到巅峰 一度和秦国并称为东西二帝 但是 及西之战后 齐国一决不振 秦国则逐渐独霸天下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 齐国君主齐王剑向秦军投降 在战国七雄中 齐国成为山东陆国中 最后一个灭亡的国家 在消灭齐国后 秦始皇建立秦朝 结束了战国七雄争霸的时代 文情怀历史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情怀历史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一项集 职鸣 颁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